是一场不可思议的窜息挑战 如果你不敢吃 那么你可以在评论区里 叫你的好朋友来吃 在拉库当时窜息区的街角边 一位印度小哥已经开始了他今天的工作 只见他倒了三勺油在铁板上 还不忘加入一把马沙拉 黑黄相间的色泽 让人看了真是胃口大开呀 小哥拿起铲子用力翻炒 旁边实在等不及的客人 驾轻就熟地加入了昂贵的边角料洋葱 接着小哥油刃有余地继续翻炒 让所有食材和调料都能如胶似漆般地融为一体 不知道小哥的菊花花曾经是否被青椒伤害过 让他对青椒恨之入骨 只见他把青椒放在祖传的砧板上 当把青椒剖腹之后 再徒手给青椒来了一击 虎拳招法中的第十三世 黑手掏心 动作快速而又娴熟地将青椒取心 接着再用一把破伤风之刃手起刀落 横竖地将青椒 千锋万刃成无数的细小碎钉 然后再轻轻地拿刀一罐 顺便还给祖传的砧板 做了一次有效的物理抛光 接着他又拿出一个金枣从二九妈家 厕所旁采摘的西红柿 再次进行快速地切割 这西红柿看上去果然是原生态肥料培育 色泽鲜润 可想而知这味道是多么的原汁原味啊 此时可以看到铁板上呈现出一副红沛绿的时尚感 翠花看了都说好 紧接着小哥从旁边拿出土豆 只见他从容地将土豆握在手心 只需零点零一秒的功夫 土豆级变成了土豆泥 招法之干练 这套秦拿术讲究的就是抓力和握力 可想而知小哥平时一个人在家里 手里应该也总会握住一些东西 进行反复不断的练习 看着这秤驼一样的土豆泥 奥特曼来了也得噎过去 接着小哥拿起了一把神秘武器 这里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 失传百年之久的银制手动多孔千斤顶半 用它来对食材进行全方位的无情碾压 看着越来越粘稠的食物 小哥应该能隐约的想起 昨天嘴里加工过的八宝粥 接着小哥又往铁板上加入了 不知道多少勺的古老秘制番茄酱 看起来颜色饱满水润 这样顾客不仅吃的放心 拉的衬心 还能走的安心 接着再倒入一碗神圣且不可侵犯的恒河水 完美掩盖饭在现场 然后小哥开始优雅的旋转千斤顶 红色的酱料一圈圈蔓延开来 慢慢铺满了整个铁板 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 充满希望 接着小哥抓出一把 他今天刚从自家后院 猪圈墙脚边采摘的香菜 纯天然无天价 还带着泥土的芬芳 小哥不仅是一名功夫大师 同样还是一名出色的颜料大师 接着他用酱料开始给香菜进行大面积的染色 染色后的香菜 绿里透红一如少女娇嫩的容颜 随后小哥拿起 刚从隔壁寡妇那顺来的餐盘 娴熟的将制作好的酱料盛进桶里 看着这一摊摊 鲜红色液体 简直色香味巨无 我真的想替客人谢谢他 最后铁板上残留的酱料怎么办呢 不用着急小哥自有办法 只见他拿出一叠过期的面包 就像平时做清洁的我们 手拿麻布一样 在铁板上来回擦拭 顺便还给铁板做了一次深度清理工作 这样小哥今天又可以美滋滋的 早早下班回家练习亲拿树了 有一说一这样一道干净又美味 吃完笔泻药还快速喷发的腹肌包土豆酱套餐 你不想尝尝吗